这个又再次收到网友的委托啦 因为应该有看过我上一期在介绍POSEIDON的那个电路还有解析的时候呢 里面有一个网友就看到说他蛮有兴趣的 他就把他坏掉的电子板机寄给我 他是看起来是非常重度的使用 我只能讲说什么叫重度使用 你看一下我这样可以旋转一圈 这个可以这样旋转一圈 很明显的 OK啦 所以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因为很明显这个线都已经断掉了 不晓得拍不拍出来 线很明显都已经断掉了 这个也是断掉之后再接续上去的 这里我一样 为了秉持我之前的精神就是 只要是使用者刻意做隐瞒的地方一定都是有问题 OK 先把他这些地方撬开 搞不好这里面又是金包银 OK 这上面的热缩也很明显是已经有 这个 这应该是非原厂 因为原厂有做正 他有做正极负极 我先在那边讲 因为我有稍微询问他一下 说自己这个线 因为他一开始发现到说电子板机有问题 于是他自己就把这个线 他有做更换 所以明显这已经不是什么原厂线了 这边感觉这边好像也是有凸点 这个也是有凸点 这等一下我一样是要把这个东西全部都要剪开 他说整把枪已经不会动 就是上了电之后是不会动作的 要上仪器之前 就是说我们要先尝试通电之前的话 我们要先确定他的上面这两个功率MOS 有没有造成短路 因为如果他是短路的话 你现在再把电源接上去 有可能会做出所谓的二次伤害 因为电池瞬间能量很高 他搞不好就是当场就炸掉了 那我们要先对他的MOS 先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在上一集的时候 我们有找到他的Datasheet 那这边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解释 就是任何一个MOS 他永远都是这三根脚 就是GDS 他所有的MOS脚位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他的排列方式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要量DS 那我在我之前我也曾经讲过 就是DS其实很好量 一般的上用电表 你只要开这个二GT 档 这边有个二GT 档 那就按照我上次所说的 因为他每一颗MOS里面 他都有这一颗东西叫做Body Dial 它是一个箭头 那按照我上次讲过的 红色就是箭头 黑色就是这样子 我每次都是这样 你如果不会量的话 那你就是看 我的图就是长这样子 有没有 黑色就是下面这条杠 黑色就是下面 然后红 红色就是这个箭头 那我们一样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去量 我们先量它的PMOS 上面这一条的话是电池的正 下面这一条是马达的负 最后面这一条是电池的负 所以它整块控制板上面 只有连接三条电源线 就是一个是电池正 马达的负极 跟这边是电池的负极 就这样三条线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量P的话 那PMOS是接在电池的正极 跟马达的负极上 所以我们就量这两个点 反正它有没有坏掉 我们这样一量就知道了 OK 它虽然闪一下 然后就OL 就overload 所以就是什么 它没有导通 所以现在P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再做另外一个确认 搞不好它是整个已经炸 已经炸掉了 所以我们来量一下 有 0.479 可以接受 好 这样我们证明P没有问题了 来 接下来要证明N有没有问题 N有没有问题 跟刚刚一模一样 我们还是量Ds 就好了 OK 那 N 接在什么地方 N 是在马达的负极 到电池的负极 所以这两点 这一点 跟这一点 好 用我们刚刚的量反 还是一样 这样量 反正我们就是 不用怕 它没有所谓的交叉之分 OK 至少都在0.4 它不会有那种0.1 不会有0.139 这样子 不过我们再反过来 搞不好那个已经被贯穿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量一下 好 没有问题 虽然没有被贯穿 OK 好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 它的MOS 旁边还有两颗 A few moments later 我怕大家可能不懂我再怎么 我们怎么去量 我就用一个简讀 这边这个 不是真的百分之一百 它的电路啊 这是我自己 推估出来的 我们刚才是量了N 对不对 我们N有量了 我们P有量了 大概是量都OK 之后 那 这边有两颗 K34 这两颗K34 有可能坏掉 那这两颗会有坏掉的话 它会影响我们刚才在量它这个 NMOS 因为它们是并联在一起的 一定会互相影响 我怎么知道K34坏掉 你要嘛就是把这个 我们刚才已经怀疑它坏掉的NMOS 拆起来 把它拆起来之后 我们去量旁边这两颗K34 有没有问题 我们所量出来的数值 是不是跟刚刚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话 就表示怎样 就是原本的这一颗应该是坏掉了 好 那确容管这边的话 我们已经把它上面的两个主要的MOS 都拆下来了 它的PMOS 跟NMOS OK 那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像刚才讲的 我们要针对它去做量曲的动作 先量它的N 它的N 看一下 没有量到吗 哎呦 刚才没有量到 OK 0.48 所以OK 好 我们刚才是在板子上面的时候 我们刚才只有量到一点多 对不对 你看喔 它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NMOS 是没有烧掉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PMOS 我们刚才在量它PMOS的时候 也是没有问题 看一下 0.49 没有错 它PMOS也是没有问题 等一下 点倒过来 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被导通 好 没有 好 它的PMOS 也没有问题 我们刚才回到我们这些路上面去 这是原本我们的 刚才在讲的NMOS 在这边 好 这是它原本的NMOS 就驱动那一个NMOS 所以呢 我们怀疑一下 是不是这个K34 这边是有问题 没有 有有有出来了 0.138 两颗应该都是0.138 没有错 因为它是并联的关系 不应该是这样子 感觉怪怪的 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我就准备一颗这个 这是所谓的SK34 一样 現在只能用上電的方式 我現在是電壓是12V 然後300mAh 我們看一下 12V沒有錯 我們現在是有12V 我們看一下他有沒有3.3 有3.56 沒有關係,反正這個是浮壓 反正因為他沒有任何的Loading 12V 沒有錯 所以我現在唯一的做法就是把上面這些元件再重新把它焊回去 因為 維修電路就是這樣子嘛 拆下來就要幫我量 量完之後你以後再把它裝回去 那我們來開始看他的 控制板部分 控制板部分是 還好 感覺還好 等一下 我好像看到問題 怪怪的 大家有看到嗎 大家有看到問題嗎 我多換個幾個角度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顆已經浮起來了 OK 這顆位置怪怪的 這顆的位置擺放角度怪怪的 他不在該有的位置上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就知道了嘛 他 這顆有浮起來 最後這顆有浮起來 可能的話我可能要再稍微把它 歸位一下 稍微加熱再歸位 看有沒有辦法加熱再歸位 我不曉得這是原廠就已經是這樣子了 因為很明顯可以看到嘛 別人都是平的 然後他只有到他這邊是歪的 其他人都是平的 那這顆是整顆 他這邊是整顆是 浮起來了 他整顆都浮起來了 下面有在下面有空氣 別人都是緊貼 他整顆是浮起來的 這顆是浮起來的 旁邊這邊你看 這還可以洗球 這邊也是洗球 洗球 哇 真的沒有仔細看 真的不知道 洗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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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洗球 你看 嚇死人 這些都是會短路的 這邊都是 就是短路小英雄 你看一下 工廠應該不會生產出 像這樣子有大量 洗球的東西 可能 使用者的這把槍 可能抄得很緊 他就是怎樣 他整把槍有 很燙的 就是有發熱過 就是有高溫 曾經高溫過 那你高溫過的話 可能他會引發 上面這些錫會溶掉 因為我們槍會震動 震動的時候 他就怎樣 他這些東西是被甩 這些東西是被甩出來的 就是你的錫可能有一點溶掉 然後因為我們槍會震動 啪啪啪啪的時候會震動 他就把 這些 溶掉的錫就變成錫珠 往外 就往外撒 這樣子 我不要擔心的是這個 所以等一下我要把 這個東西 我會把它洗乾淨 把這邊所有東西 我把它清乾淨 把這個東西也歸位 我們要把這個線路焊回去之前 我要先檢查這些線路 因為之前 以之前的經驗來講 這些線都有問題 要把這個 線裹到割開來看一下 OK 馬上就看到了 這已經有一個破洞 這個線 已經有破洞了 然後 看一下這邊 我在拆這個 這條應該也是有破洞 我找到原因了 我 喔 瞎忙這麼久 找到原因了 可以看到嗎 這線已經斷了 這線已經斷了 這已經完全斷掉了 那這一條是哪裡 看一下 這條是 電池的正 應該是 對 電池的正 就是要供應給這個電子板機 電源的 那你電子板機沒有電的 當然不會動啊 所以 好 這個案子 我瞎忙這麼久 原因找到了 那 很簡單 基本上 它的線路應該是 沒有問題 它有問題的是 它的 電線斷了 所以 我重新幫它配線就好了 線路焰全部把它組裝上去了 然後 我們剛才是很在意的這兩條線 從我重新 理解了之後 發現到它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跟上一把我在幫人家修那把怪怪是一樣的 就是 它的這一個 頭 都是被 馬達這樣子 我們那個 握把那個地方 它是這樣穿過去之後 把這個地方給 腳斷掉了 它一樣是這邊是腳斷掉 因為我們之前它是什麼 這邊還有控制線 怪怪那是控制線 所以它是 整個 它的這個控制板是燒掉 因為它12V直接灌進去 它透過這個控制線直接灌進去 那我們這邊這個它不是 它是正負電源短路 正負電源短路再加上它這邊 原廠 它原本的原廠這邊就沒有保險絲了 所以 可想而知 正負電源短路 然後你 這邊 又沒有保險絲 即使是你的電子板機 好像這樣講 不是你電子板機的錯 你電子板機的確 我這樣量起來 它的確也是沒有燒掉 但是 帶來另外一個問題是 你的電路設計再安全 再厲害 像這樣子 電線短路 你根本不可能防護 為什麼 因為 你所有的技術全部都在你的電子板機上面 你這個電線短路根本不是你能夠控制的 而且也不是你的錯 就是你的責任還是要有啊 因為你上面沒有給人家加保險絲啊 那沒關係 那我是這邊的話呢 我是暫時先幫他把這些東西都看上去 把他這些 沒有弄好的地方 重新這個頭會幫他打上去 然後我重新上洗 這個每個頭都幫他上洗 不會像 之前這樣直接一拿就下來了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上電 我們通電試試看 弄的是 電流表 好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像這樣把他接上去 全部我們就這樣接好 那為了以防萬一 我們暫時先 不把馬達先做連接 因為馬達是有負載的 有可能會把我電表燒掉 好 所以我們現在是 電源供應的話 是供應12V 300mA 我們300mA 看看 我們300mA 看看12V 看會不會有事情 OK 大概3mA左右 我夾開 喔 有了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記不記得這數目字非常熟悉 我在之前開箱的時候 我有 量過他的待機 記不記得 就是31.8 OK 可以用了 那一樣 電池我們現在是 2200mA 12.33 OK 這次已經可以成功驅動了 這邊一樣可以有顯示 沒有問題 一樣注意這邊 這是用怪怪的馬達 現在已經可以驅動了 你看 沒有問題 這邊是的確沒有問題 哈哈哈 完全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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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培 沒有問題 OK 回修完成 那我這樣子就把這些東西寄回去給那個 網友 我這並不是要收錢做生意用的 我只是有興趣說 嘗試看看修修看這樣子而已 如果你自己的東西壞掉 那請你送回 海神那邊去做修理 不要你真的不要寄給我來做修理 因為我不是 做這樣的事情 我只是覺得說 好玩 那我修一個試試看這樣子 好那你對於我這次的影片裡面 有任何的建議 或者是想法 可以在影片下方做留言 OK 停 第一 二 二 embroidery 感谢观看